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仿山制作记忆第四批 传承人之一 主要从事宫庭菜的制作 仿山饭桌所经营的是满汉全席 菜品非常的丰富 其中有一道名菜大菜 就叫金山望月 它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做这道菜的主要的食材 首先是鲍鱼 再一道就是咱们博海湾的大对虾 生长期一般在七八个月左右 这时候的虾个儿大 体肠 口感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在选料的时候 是非常的精细的 剩下还有一些小的辅料 比如这个鸩鸩蛋 鲜的青豆 黄瓜 我这儿有一戳子 不是这戳子起什么作用呢 咱们就定这个金蝉的大小 下一步就是片片 片片要说说 要是刀工的最基本的东西 片成一毫米厚的片 咱们要求就是片片都要这么厚 它讲的就是一个线 所以咱们这手一边滚 一边转一边片 这就是我们刚才片好的鲍鱼片 我们用剪子给它搅下一个小边来 但是这个边不要剪断 剪到中间这个位置就停了 这边再做个米厚 好 我们摆在这儿 这俩往里一叠 对 这就是金蝉的两条嘴出来了 我们再做金蝉的肚子 这就用到 刚才咱们用的鸩鸩蛋 摆在这里 看看金蝉的基本的形状就出来了 下一步干嘛呢 我们就要用虾腻做金蝉的生意 剪成一小丸子 搁在金蝉的头部 顺着它的身体咱们往后捋 表面让金蝉光滑一些 金蝉的两条腿 金蝉的身体 整个身子咱们就算是初步告成 下面要进行装饰 就用到我们刚才切的黄瓜丝了 青豆做金蝉的眼睛 两个 还有它的腿 好 这只金蝉呢 基本上咱成功了 蒸这个咱们也是讲究火候的 一般的足气咱们蒸了两分钟 但是中间咱们需要稍微的放些气 这样蒸出的逆子火呢 口感非常的鲜嫩 也非常的洁白 好 今天咱们就到金蝉旺月 就算打工告成了 你们好 欢迎你们来到仿山用餐 咱们先给您上小菜 再上主菜 主菜有鱼带献宝 鸳鸯细水虾 金蝉旺月 最后是咱家的特色小吃 祝您在这用餐一块 我在这个 这广山饭庄呢 工作有三十五年 没有几天 该退休了 所以对广山饭庄 特别是对这宫廷菜呢 有着深厚的情感在里 希望它呢 越走越远 保持呢 传统的光味 制作特点 工艺 所以呢 我们要把我们从老师傅身上 学的这些制作手艺 工艺 毫无保留的呢 传给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 使这个宫廷菜的制作特点 制作工艺 永远地呢 发扬下去